你覺得自己的生活嗎? 你覺得自己的生活嗎? 我覺得應該是經濟獨立之後 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交友圈 之後每年會去不同的地方旅遊 還有會結識更多的朋友吧 而且會懂得更多 繪畫妝 看人吧 交的朋友不一樣 然後就是 我感覺氣場也不一樣 有自己比較完整的想法 不聽別人的意見隨時改變 然後做事情比較理智 不認線影部隨時發小脾氣讓別人難看 女生成熟以後應該更愛逛的是商場 就不是那麼特別愛逛淘寶了 更偏重的是衣服的品質 而不是衣服的牌子跟品質 而不是它的樣式了 更喜歡一些讓自己舒服的 讓自己穿著比較舒服的衣服 會顧慮一些別人的感受 不是自己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給別人一種舒服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就算還比較成熟 每週會自己去健身房 或者是做瑜伽 有自己的業餘時間和生活 還有就是 每禮拜都會約著閨蜜去吃下午茶 或者是去玩什麼的 都比較有計劃生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